在这所国中里面发生的霸凌事件 遭到欺负的不只是学生们 还包括老师 那么有学生扬言要枪杀老师 让这个老师也非常的紧张 而整个事情闹大之后呢 立刻成为今天桃园县议会的执行焦点 县长吴志阳对此火冒三丈 他快刀斩乱麻 立刻批准了学务主任的请辞 同时他也要求校长必须要停职接受调查 那么江明慧在刚刚做出了决议 把这位校长调离县职 而吴志阳下午亲自来到学校进行危机处理 不过在这里他的态度大逆转 他替校长加油打气之外 还批评是媒体报道扩大渲染 霸凌事件闹得满城风云 上午才刚开完议会 桃园县长吴志阳下午一点钟 又连忙赶到发生霸凌事件的国中校园 他不识任应该要撤职 下午会完成这个法定程序 学务主任的部分也已经请辞获准 吼素批准学务主任辞呈 建议校长停职接受调查 吴志阳面对霸凌危机处理 快刀斩乱吗 不过已经到校长室态度180度大转变 我希望校长我早上做这个执志 我不希望校长在这个地方 跟整个学校整个老师 气氛上有不合 吴志阳这话说得好委婉 还不时拍拍校长的双手 一旁的校长眼眶泛泪 紧握双手低头不语 甚至伸手逝去脸上泪水 冰队被停职接受调查校长和吴志阳对话时 神色凝重 不过在下午三点钟前往教评会现场时 却神色轻松露出微笑 事情发生了以后也的确 就是学校这边后续也有做处理 包含要寄过包含要带回管教 一整天下来心情就像在洗三温暖 从一早教育部长吴清姬就风尘仆仆感到校内关切 还替学生演讲反霸凌 不过台下的同学似乎根本没有在听 同学们请安静 霸凌事件越爆越大 政府单位赶紧出面消毒 辞呈批准超火术 但面对遭到霸凌的老师和同学该怎么处置一样 没有答案 中心新闻桃园综合报道